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就不能光说可爱了 而是有点吓人了 估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个胖鸭是怎么长成这样的呢 据孩子奶奶说 孩子刚出生时体重是8斤多 稍稍胖了点 但还属于正常新生儿的体重 可到了三个月大的时候 小家伙的长势突然迅猛起来了 三个月以后就快开始发胖了 我还觉得他胖得可爱 我好像胖得别人羡慕了 看这孩子多可爱 胖乎乎的 胖就胖点吧 胖了可爱 胖了怎么会瘦得强 再说抵抗力也强一点 胖了觉得可爱 胖了代表健康 一开始全家人都这么想 可慢慢的大人发现 这个胖鸭的体重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因为行动极其不便 这个胖鸭不能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玩 运动量几乎为零 他的爱好也只有一个 爱吃 而且是什么都吃从不挑食 家里人发现小胖鸭吃个没够 于是担心他因为食物摄取过量而肥胖 开始有意地控制他的饮食 但是当他吃东西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人家胖鸭有自己的办法 他会盘山着走到离家五十米远的小卖部 不得去找吃的 你不跟他没他自己能跑过去 到了小卖部玩 小胖鸭是一点都不客气 只要是他喜欢的食物 保准一样不辣的都挑出来 往往不等家里人付钱 他就已经把吃的撒到自个儿嘴里了 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的小孩 你不让他吃不行吗 他哭得肯定 越哭越厉害越哭 家里挺热也辛苦 吃饱喝足了 胖鸭心满意足的 从小卖部里出来了 可他这会儿已经没有力气走回家了 那咋办呢 要是正常的两岁孩子背也就背了 可胖鸭这八十多斤的体重可是够奶奶瘦的 只能背一会儿歇一会儿了 由于太胖 这胖鸭走到哪儿都会招来异样的目光 或许是因为觉察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胖鸭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暖 小朋友见到他都吓得躲着走 这哪成啊 眼看着就到了入幼儿园的年龄了 家里人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幼儿园 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接收他 他妈妈不是说就是怕老大小里面长得什么 压迫他的一直要 我当时有点害怕 就是真的万一小孩真的大老里面有什么 长得就是他就是这是迟早的事 迟早非给他检查 别是真的这么放下去 非给他看不起 不久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 运城市洪石的医院决定给胖鸭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这样的发胖趋势让大家对胖鸭越来越担心 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啊 内分泌主任也是第一次给这么胖的两岁孩子做检查 难度增加了不少 而检查的结果再次让大家都陷入了困惑 胖鸭一切正常 这让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一家人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在医学上认为超过正常孩子体重50%就称之为重度肥胖 而胖鸭的体重竟然达到了正常标准的三倍 看上去胖乎乎的很可爱的小胖鸭 身体里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尽管他还没有成年 但容易患上高血压 将来还有可能得关心病 糖尿病 甚至中风危及生命 只有两岁的胖鸭 因为身体过重 腿已经被压成了螺圈状 大家都在担心 他的腿还能支撑多久 孩子一直就跟我说 我腿疼腿疼 出去的时候就是出去散步的时候就特别没感觉 就是掉的次数特别多 就是每天都叫好几次的时候 我腿疼 我都腿疼 眼看着探寻胖鸭肥胖根源的问题 走到死胡同里头 事情还能出现转机吗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技术学院教授赵丽萍 看到了胖鸭的相关报道 专程赶到胖鸭家里 在对胖鸭进行观察 并对他家人简单交流后 他提出了一个自己的猜测 他认为有可能是胖鸭的肠道菌群失调 导致了他的极重度肥胖 他饮食结构是有问题的 虽然也可能他肉吃的不多 但是呢 你植物油吃的多了也不行 植物油吃的多了 照样会造成这个菌群结构失调 终于有人出面管这事了 这个赵教授觉得呀 胖鸭像是肠道菌群失调 肠道菌群呢 指的也就是生活在人体肠道中的微生物 这肠道微生物怎么会和人的肥胖有关系呢 这个理论听上去非常的陌生和新鲜 也让胖鸭的家人将勤将矣 那么究竟小胖鸭是不是肠道菌群失调呢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看 两岁胖鸭贪恋美食 体重变得无法控制 医院检查束手无策 胖鸭情况越发严重 就跟我说 我腿疼 腿疼 专家赶来一探究竟 开课病因令人将信将疑 你植物油吃多了也 究竟胖鸭能否查出贪食病因 胖鸭的烦恼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要想知道胖鸭的菌群结构是否有问题 就需要做一个细致的菌群样本分析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有害菌 是否超出正常标准 如果胖鸭的菌群结构真的失调了 赵丽萍教授能帮着胖鸭调整菌群 让它瘦下来吗 这事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设计一个详细的方案 可就在这几个月里 胖鸭的体重竟然又增加了9斤 这样家里人真是心急如焚啊 我当然着急 我肯定着急 2010年10月 上海交通大学赵丽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把胖鸭的粪便样本带回了实验室 检测的结果会跟赵教授猜测的一样吗 听完以后我们就发现 它的肠道里边呢 有一类病菌 大概要占到15%以上 就这一类的病菌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属于杂菌 属于所谓的坏细菌 在正常情况下 在人的肠道里边不应该超过1%的 它到了15%以上 大概15到18 这样一个量 非常多 胖鸭超标的有害菌 叫格兰式阴性菌 这种菌已经被证明 能够产生内毒素 扰落人的免疫系统 诱发慢性炎症 那么格兰式阴性菌 是不是导致胖鸭发胖的元凶呢 接下来要怎么做 才能解决胖鸭的问题呢 只有能否让胖鸭真的瘦下来呢 我们现在看来 有很多证据是因为 不良的细菌 调控人的脂肪代谢基因造成的 那么你把这些不良的细菌 从肠道里清理出去 它就可以 让自己的脂肪代谢恢复正常 胖鸭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 不能使用抽脂切胃等手段 结石和大运动量的方法 也会影响它正常发育 所以要给胖鸭调整菌群 不仅不能结石 还得让它吃饱吃好 实验室为胖鸭专门配置了 特殊的合成食品 所有的配方食品 都取材于天然的食物 除了吃实验室提供的食品 胖鸭绝对不可以吃 其他的任何东西 一个疗程就要达到五个月左右 这小胖鸭能坚持下来吗 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我就是说 赵老师这不累多长时间 他说我一定要坚持 2010年11月 胖鸭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 由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基础实验室 对胖鸭进行长达五个月的膳食干预 调整肠胃菌群 前几天的时候都不说话的 就是你跟他说话 没有任何语言和形体上的 肢体上的反应 就是做他默默地 做他自己的事情 检查的项目很多 要进行好几天 每天的抽血 让胖鸭痛苦不堪 只有在经过小麦步时 才会引起他的兴趣 终于迎来午饭了 这是胖鸭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了 此时胖鸭一回头 看到了叫他去抽血的护士 又让他难过了进来 这胖鸭的哭闹声 真是看得让人揪心 也难怪孩子哭 一个只有两岁的孩子 一连几天要进行那么多项的检查 每项还都要抽血 不哭才怪 可是不管怎么说 胖鸭都坚持下来了 真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那么究竟胖鸭检查结果如何呢 胖鸭能不能配合膳食干预 他的体重能减下来吗 抽血检查 令胖鸭苦不堪言 胖鸭能否抵御美味的诱惑 膳食干预又能否奏效 胖鸭能否完成人生的第一个梦想 胖鸭的烦恼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 一系列的检查结果 让研究人员吓了一大跳 它现在做出来的血脂很高 就甘油三脂很高 血压目前来说 对这年龄来说 它一起摆零五六十 缩缩压也是偏高的 为了保证胖鸭的膳食干预顺利进行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胖鸭住在了一起 每天为它安排饮食 有燕麦 长麦 伊人 黄豆 赤豆 然后变豆 这样子玉米粒很多的 对于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来说 每天一日三餐都吃这些东西 不能吃别的 还要坚持五个多月 这么单调的口味 胖鸭能吃得惯呢 刚开始我们根本不起伙的 我们就是它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但是吃了几天以后 不到一星期吧 我们就受不了了 我说不行了 我受不了了 你给我买点馒头吧 大人吃一星期都扛不住了 更何况是孩子呢 可是胖鸭有一个特点 它不挑食 只要让它吃饱 吃什么都行 其实从一开始 我们就是满足它的这种食欲 它要吃多少 我们给它吃多少 想吃多少给多少 那还能减肥吗 原来实验室提供的这些食物 看似简单 但都是根据胖鸭的身体状况 专门配制的 在不知不觉中 胖鸭的肠道菌群 慢慢被控制住了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配起来以后 按照一定的方法让它用 用了以后 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边 把它的肠道里边的 病菌的数量给压下去 两个月以后 胖鸭最大的表现是 不乱吃东西了 而且它不再那么频繁地喊饿了 不知不觉中 胖鸭的体重减了五公斤呢 胖鸭在上海 还迎来了它的三岁生日 没过多久 小胖鸭进行了第二次体检 体检结果让所有人欢呼雀跃 它的体重下降了八公斤 经过就是两个月以后 第二次体检 它的脂肪肝就恢复正常了 随着小胖鸭体重的下降 身体的负担减轻了 它的性格似乎也慢慢开朗起来 并且有了一个属于 三岁小女孩的梦想 你看别的 小孩穿裙子 你那么想穿裙子 你一直没穿着裙子 咱们梦想实现了 你就可以穿裙子 我说 就是这样说了他一下 他说我也要穿裙子 我也要 我的梦想也是穿裙子 他就这样 我说行了 耶 我的手这样一起抬 抬起来 他就知道 我以梦想而非斗 一夜然后拍一下手 看着他挺快乐的 四个月以后 胖鸭的体重 已经下降了近三十斤 那么他身体的其他疾病隐患 都得到改善了吗 所有指标都恢复正常了 这对胖鸭来说意义非常 因为阎老师为他买了一条裙子 他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梦想 我问他 我说你觉得你自己瘦了吗 瘦了 我说你觉得你觉得你漂亮吗 漂亮 他自己会说他自己漂亮 他很自信的 他每天都觉得自己特美 特好看 特漂亮 2011年4月 胖鸭一家人启程回家了 回到家的胖鸭 能抵御住美食的诱惑吗 为了看看他是否还烫着美食 奶奶决定 带他到以前最喜欢的小卖部里逛一逛 胖鸭在小卖部里撞来乱去 大家你想买的什么呢 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你有要买的自己拿着我们走 好不好呀 还要买什么吗 想拿着什么自己拿着我们就走了 转了半天 什么都没拿着走了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经过家人联系 终于有一家幼儿园愿意接收胖鸭了 此时的胖鸭 在孩子们中间 已经不显得那么特别了 我觉得确实胖鸭确实了不起 我觉得这是 这个减肥是需要有毅力和决心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不如胖鸭呢 真的是 我觉得胖鸭在这方面配合的挺好的 挺懂事的 尽管这个阶段的减肥取得了成功 但是胖鸭减肥的路还很长很长 尽管进行动 自己针到 岐阶 atmosphere 卡 双 世界 看来小胖鸭这一阶段的减肥 宣告成功了 并且抵御住了美食的诱惑 看着他几个月来 每天吃那些单调食物的样子 而且以后还要长期这么吃下去 真是觉得孩子很有毅力 但愿他的以后的路上也能够充满自信 最近我们栏目今天做了几期 关于胖人减肥的故事 他们的年龄有大有小 性别有男有女 他们最终都取得了一些成功 我们希望所有为身材和健康发愁的朋友 都能够有他们的毅力 坚强地面对困难 坚强地走好自信的人生 在很多居民小区都会有几扇特殊的门 他们看上去和其他门没什么差别 可是在发生火灾时 它就是居民们的救命门 那就是防火门 下面我们用捏纹片和火机 来模拟一个火灾中烟雾明漫的场景 看看这个防火门的作用 我们选择两层楼 分别让防火门处于敞开和关闭的状态进行实验 很快敞开的防火门中烟雾迅速向外蔓延开来 而处于关闭状态的防火门 则有效组合了烟火的扩散和蔓延 安全提示 保持长臂式防火门时刻处于关闭状态 这样才能为人员的逃生赢得更多时间 同时也可以防止人员在逃生过程中 因吸入过多的烟雾造成伤害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有讲收拾的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你也可以通过CNTV七家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收获我瑞希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杂地绝活让人叹为观止 太厉害了 小时怎么敢和老虎亲密接触 我在证明我的勇气 吹破片真能把烟给吹破吗 祝愿吴桥绝活 感受生活变化 敬请关注探访杂技之乡 吴桥 太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